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 我是刘姐 炸萝卜丸子,最近放淀粉和面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炸出的丸子,焦香酥脆,不回软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我这边准备了两个萝卜 我们切掉头和尾 再把萝卜清洗一下 用食盐,把萝卜的外皮戳洗干净 萝卜生长在泥土中 如果我们要保留萝卜皮脆爽的口感 那么萝卜皮一定要用食盐搓洗干净 洗好的萝卜,我们用擦拭器擦成细丝 俗话说,秋入的萝卜晒人参 萝卜有土人参的称号 秋天常吃萝卜,对人的身体非常有益 接下来再准备小一点的胡萝卜 搭配颜色增加营养 把它也擦成细丝 现在我们往萝卜丝中加入一大勺食盐 下手搅拌均匀 像这样两手搂着拌 使每一根萝卜丝都能够均匀的裹上食盐 因为萝卜丝有一股辛辣味 用食盐就可以有效的去除这股辛辣味了 在做这一步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焯水 那样做就会把萝卜的那股鲜味给焯的不在了 搂拌均匀后先放在一旁腌制15分钟 再准备拌个洋葱 我们先把洋葱切成丝 用洋葱主要是借味 这样炸出来的丸子会更加的好吃 再改刀切成小碎丁 这样方便融入其中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颗香菜切成小段 不喜欢香菜味的可以用韭菜香葱等代替 切好后装入盘中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片 萝卜馅料搭配一点生姜 口感也会更好 再切成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后收入盘中 这会儿萝卜丝已经腌制好了 出了很多的水 我们把萝卜丝挤出一点水分 但也不要挤得太干了 保留一点水分口感会更好 然后挤出水分后放在案板上 用刀稍微的剁几下 这样挤丸子时会比较容易 而且形状也会漂亮 好看 剁好后收入大碗中 再把刚才切好的配菜全部加进来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食材混合在一起 相信在做这一步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不是加面粉就加淀粉了吧 直接加淀粉会使做出来丸子有点发硬 而加面粉炸出来的丸子中间会发黏 口感也不好 都不整容好吃 所以今天我们不加淀粉也不加面粉 而是加馒头碎 我们准备了一个家里剩下的白面馒头 掰成小半放到绞肉机里 利用馒头碎来代替面粉淀粉去炸丸子的话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口感更好 用面粉或是淀粉的话 很多朋友都掌握不好度 然后还容易导致丸子吃起来很干很硬 口感不好 丸子味道也不香 加点馒头碎炸出来的丸子 酥脆好吃 做好的丸子也更加的疏松 放上三十天都依然是酥脆的 不过馒头碎尽量要小一点 像视频中这样就好了 打好后把它倒入大碗里 接着我们往里面再打入两个鸡蛋 下面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往里面加入小半勺的食盐 因为萝卜也煎过了 所以食盐不用放得太多 再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增香 小半勺的五香粉增香 再淋入少许的生抽调一下味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用筷子不太好搅拌 我们戴上一次性手套 再给它抓拌均匀 制作视频不易 你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你的支持 抓拌至觉得粘稠 可以抱成团的程度就好了 然后像这样两手摔打一会儿 使丸子的内部更加磁实 最后团成这样的小圆球就可以了 依次做好后放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油 把油温烧至放下筷子 周围会起密集的小泡泡就可以了 这时候油温就有六成热了 再把团好的丸子一个个的放入锅中 丸子刚下锅的时候 油温要稍微的高一点 这样丸子容易定型不散花 待丸子定型后再调成小火慢慢的炸 这样炸丸子才会外酥里内 还不容易糊 全部放完后 可以给先放的那些翻面了 防止炸糊 记得不要一直开着大火炸 否则很容易导致外面都糊了 里面还不熟 丸子全部定型以后 我们要勤翻面 使丸子受热均匀 炸这丸子表面金黄 全都漂浮起来的时候 丸子就熟了 这时候就可以控油捞出了 其实这样吃也行 那如果想要更加酥脆的话 还可以再炸一次 油温再次升至七八层热 把萝卜丸子放入锅中复炸一下 复炸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10秒钟就可以了 因为出锅后 丸子的油温还会给丸子继续加热 控油捞出 复炸好的丸子 表皮吃起来会更加的酥脆 装入盘中 美味继承 这样简单美味的炸萝卜丸子就做好了 不用淀粉也不用面粉 用馒头饰做出的萝卜丸子 炸出来外皮酥脆 好吃 里面也不发黏 也不发硬 还特别的容易消化 不管是煲汤还是直接吃 都是很不错的 这样做的酥萝卜丸子 又酥又香又好吃 和肉丸子相比 成本低 好制作 多吃也不腻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